告诉大家再过不到一个小时 今天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条焦点 就是在早上十点钟 美国总统拜登即将来发表 今年度的国情资文演说 其实外界也预估 这回拜登在这场的国情资文演说当中 会有非常多的一些重大讯息的公布 外界就预估了 拜登总统可能即将要宣布 要投入竞选连任 另外也可能即将宣布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当然外界当然也很关心 最近刚好都在讲这个气球 飘到了美方美国 把它集下来这样的问题 恐怕在这次的国情资文演说中 也可能会提到 但是拜登先前已经先提到了 他说美方已经向中方表明了一个态度 而且中方也理解 美方的一个立场 所以他认为虽然美方把这个大陆声称 只是一个气象监测的一个气球给击落 但是美方因为认为是间谍气球 还是把它给击落 但拜登总统他声称 美中关系并不会因此来削弱 不过当然大家也很关注了最近的这个国际的局势 尤其两岸的关系 美中的关系这么的紧张 这么的紧绷 其实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就说 没有人知道大陆侵台的时间表 不过他不认为习近平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说也没有见到任何的迹象显示 大陆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对台湾动武 但来看的是呢 这个包含了郭正亮亮哥就说了 他认为其实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跟布林肯 是没胆势没担当 应该要拿真正的军事的证据理性的来辩论 而不是呢这个就这样冲动的 去把气球给打下来 我还认为一切都是以选举作为考量啦 受害的就是整个国际政治啊 当然好最大受害者一定就是我们台湾啊 好这个美中台夹在这三角关系当中 会不会被压扁呢 当然呢这个郭正亮也分析了 美共和党呢右翼现在打的是什么牌 就是我们台湾牌呀 哇我们台湾变成他们的手上的一个棋子 一个牌了 显然是要搞什么 他说要搞新冷战 而且呢郭正亮亮哥也分析 台湾一些独派看到麦卡锡即将访台 好高兴喔拍手喔欢呼喔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 对台湾真的有利吗 他认为实在两个字天真啊 好当然呢其实来看的是 目前这整个国际的整个状态 美中关系现在此时此刻又比过去 又更加的紧绷 好这个气球大家都说了 天哪日而发了这样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争议 那其告诉大家 其实在我们台湾附近好像也有类似的气球耶 那我们台湾怎么做啊 好来看看呢 国防部就是呢 呃资战处的这个处长少将 庄宏文 庄少将就说 其实他说台海周边 有各式各样啦空飘物啦 但是喔这些空飘物的动态喔 国军都有掌握哟 而且呢也有使用适当的手段喔 来应对 但是他口中所谓到底什么是适当的手段呢 嗯这个少将就没有再进一步明说了 也不愿意透露了 但是民进党团干事长郑玉鹏 哇态度就很硬了 你看郑玉鹏说什么 他说很理解国防部的做法 但是他更支持 强硬把这种空飘物给击落啦 好这是郑玉鹏的一个发言 民进党团的干事 不过前民进党党主席施明德就说了 民进党的和平保台 其实只是空话啦 嘴上喊喊啦 就是嘴上说说 但是没有实际去做嘛 如果让金门成为永久的非军事区 诶 施明德认为 才能够真正拆掉战争的最大隐性 好 接下来呢 这个来看的是 其实来看的是呢 这回的这个国情资文演说 再等等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后 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就要来发表了 当然外界预估他会讲到的重点 可能包括了这些 刚刚有提到 包含他自己即将宣布竞选连任 有可能会在这个国情资文中提到 当然也包含了全世界 这个地缘政治非常的紧张 俄乌战争还在打 打到现在还没完 会不会把美欧给拖垮呢 还有还有 当然刚刚提到 现在大家都在热议的 因为气球 结果呢 美中这个关系如此的紧绷 继续冷战 会不会更更 更降到冰点 全部冻成冰冷呢 还有还有 美国自己内部 疫情啊 经济啊 通膨啊等等 民众最忧心的经济的前景 还包含了举债的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 有没有可能再等等 十点国情资文来演说呢 也请您持续锁定 我当然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视讯的是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张维元 维元哥早安 您就要找大家早 想要跟维元哥来讨论 其实再过不到一个小时等等 国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 就是拜登马上要进行 国情资文的演说了 当然外界现在高度关注 就是包含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回的大陆的间谍气球 或是气象气球 双方说法不一样啦 不过现在这个气球的风波 好有没有可能把国情资文演说 加码聚焦变成在美中的关系上逃呢 而在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刚刚有提到 有人提示亮哥他说 认为如果这样子真的越来越紧绷 我们台湾反而是最大的受害者 最大受害者一定会变成台湾 你怎么看你会这样认为吗 的确拜登的这个国情资文 在接下来的台湾时间 大概早上10点就会公布 那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前时间 我们简单来预测 他可能对台湾的走向是 这乐观还悲观 我必须说对于少数独派 希望两岸有冲突跟紧张的人 一定是乐观 拜登接下来国情资文 但我相信对于全台湾多数的民众来说 接下来的拜登国情资文 大家只有悲观的权利啊 为什么这样讲啊 其实国情资文 他是一个拜登对于内部 美国国民 他去对于他过去的一些政绩 以及他未来的一个展望的一个演讲啊 而这样子是一个美国一个 政治上很重要的一个传统 上一次拜登国情资文 有3820万的美国的人民 守在电视机前 看拜登讲了些什么东西啊 那为什么我说 对于台湾大多数人来说是悲观的呢 我们要先了解 拜登像在美国国内遇到什么状况啊 过去不管是乌尔战争 然后以及这个COVID-19之后 疫后这个经济的复苏等等啊 其实拜登他自己认为啊 现在应该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状况 包含呢美国的失业率也是近50年来的新低啊 在这么多利多的条件之下 拜登其实对于他这一次国情资文 是非常有掌握的啊 所以他也预计在这一次的国情资文的过程当中 宣布他要竞选连任啊 那问题是回到美国民众内部真心的 真实的感受里面 却发现啊 对拜登的想法完全跟拜登自己本能主观感受 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第一点他们认为拜登已经年纪已经80岁了 是美国这个历史上 现任年纪最高的总统 所以他已经80岁了 他接下来下一届 还有没有这个健康 有没有这个体力 然后意识够不够清楚 能够带领美国继续向前走啊 美国民众很多怀疑 因为包含拜登过去任内 很多比较失序的一些这种举动 他们认为说 拜登是不是有点老年痴呆症啊 的确美国国内很多人民在思考这个事情啊 然后再来就是 回到这个 一般的民意调查 有62%的美国民众对于拜登 他过去四年有没有任何建树 他们认为没有建树啊 62%很高 包含经济状况 也有大概四成人认为说 大概要维持 四成人认为维持跟拜登上任之前 差不多有四成人认为更差 所以换句话说 美国民众对拜登的这个所谓的国内的内政的这样子一个成果 他们并没有特别满意 再加上我们看到众议院 现在是共和党 些微的过半 因此呢 美国现在进入一个共和党跟民主党极端对立的时候 好我们最后回到我们刚刚讲到间谍气球 为什么间谍气球导致国情资本台湾应该悲观 很重要原因在于间谍气球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拜登的反应基本上真的是有一定的慢半拍啊 虽然他说他第一时间就掌握到了 但问题是掌握到现在间谍气球进入美国的本土 跟后来把它击落 中间过了好几天啊 所以即便他后来把它击落之后 的确共和党的支持者跟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也会去指责拜登说 为什么要拖这么久 你在判断上出了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因为年纪太大了 所以在判断上有些犹疑呢 也因此啊 间谍气球让拜登现在的状况觉得说 啊现在有点为难 因为他因为被共和党挑战 他对中国大陆的一个软弱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的国情资文 除了讲他们国内的内政之外 很重要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个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啊 那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这国情资文之前 大家还记不记得原本 国务卿布林肯要去访这个中国大陆了 这个财政部长叶伦也要去访了 看起来好中美稍微已经有点破冰 而且甚至开始有点和缓 要走向一个比较关系正常化 跟比较正向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间谍气球趋缓了这两个这个出访 那这两个出访 这两个出访暂时跟趋缓之后 接下来办登要面对国内的选举 就是他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去解释说啊今天没办法趋缓 没办法走向一个比较好的合作关系的时候 他势必就要走一个比较强硬的路线 包含间谍气球 他处理为什么这么慢 以及对中国大陆有宣誓说 不要再有任何的所谓的间谍气球 或者军事挑衅或是美中贸易战的一些的过程当中 他必须更强硬 那更强硬的情况之下 就会影响到台海的关系 因为他如何展现他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强硬 除了经济的制裁之外 对台湾问题更是一刻都不能退让 因此呢他在这样逻辑之下 接下来的拜登民主党 他在国情资议里面对于美中台三边关系 他会更强硬的 希望台湾做更多这个对抗中国大陆的事情 包含美国在跟台湾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更多比较硬实力 军事的相关的一些所谓的联系以及合作 而这样子合作当然会影响到所谓台海的安危跟安全 所以在这样子迈入之下 你当然会觉得说 接下来如果连民主党的拜登都走这样子的路线 那共和党更不用讲 他长期以来都会对中国大陆比较不友善 比较强硬对立的一个局面的情况之下 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都被民意跟民粹绑架了 没办法客观的好好审视整个国际关系的互动的时候 那变成一种声音 就是要对抗中国大陆 对抗这个中国威胁跟崛起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所以这样子会更单一化 那这也导致台湾在面对中国大陆 跟在面对美国关系的时候 他弹性更小了 我们就只我们原本在美国内部 我们还可以选择说 他的有不同的路线 我们可以开展不同的对中国大陆的一个路线 的一个弹性的情况之下 因为这样子他们路线越来越的单一化 单一化之后 当然造成我们对于中国大陆 我们必须也会跟着美国一起比较强硬 这当然会影响到台海之间的问题的紧张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